低调的富豪买车是什么体验呢 今年你23岁 家里终于同意你买一台自己喜欢的车 只要你喜欢就行 没有预算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不能太张扬 你深知一个道理 买兰博基尼和法拉利 是告诉别人你有多有钱 而选择一台阿斯顿马丁 别人可能永远猜不到你有多有钱 所以今天你就被邀请到 阿斯顿马丁新款Vantage的发布会 当然300万这个还挺有性价比的价格 不是你选择这台车的理由 而是这个比上一代宽了40毫米的车位 让你欲罢不能 很像你之前经常去澳门永利碰到的那台万七七 可能你身边的朋友都是牛马轮 会嘲笑你买了一台入门的马丁 发动机都是奔驰C63同款 可是他们不知道 马丁给这台发动机换了更强的涡轮 马力做到了665匹800牛米 马丁还把变速箱放在了后边 完美的把车身做到了50比50的配重 这个数据哪怕是碰到邻居那台720 也是一换一 不过你并不在意这些 因为你买的是车 别人买的可能是面子 可能这个年纪 你开牛马轮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哪怕你做错了事情 别人也会夸你有胆识 这种虚伪的感觉 你可能从小体验到大也没有习惯 你还是讨厌那种开在路上 所有人看你的眼神都是虚假的尊重 父母对你买车的要求呢是保持低调 12度上扬的天安门相比 浮夸的剪刀门和蝴蝶门更符合你父母的要求 坐下来感受一下 和别的长二代和富二代不同 你从小就沉稳聪明 家里完全放心让你接手父母的产业 之前不让你买超宝的原因 只是担心太危险了 而这台Vantage时段可挑的TC 可以通过ESC控制后轮的滑动角度 马力大的同时还可控 父母了解完之后才放心让你买这台车 和老款最大的区别就是 除了大灯变好看了 还有内饰 终于从奔驰的机械旋钮变成了触屏 这些都是你喜欢的 看完这台车之后你很满意 父母也很满意 打算一会就刷卡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OK 这就是今天的提车检验卡 每台车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人生 只是人生从来没有剧本 谁的人生不会次次都抓到好牌 也不会永远只抓烂牌 但是我们要有把烂牌打成好牌的勇气 晚安